参加民众对资品文雇保存的证实跟了解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最近举办了 2022资品保存修护展 规划了五个主题展区 包括有资品的前制作业 调查记录 还有修护方案 来为民众揭开资品修护工作的神秘面纱 用古典琵琶弹奏奏出的摇滚曲风 创新了尝试 为这场2022资品保存修护展揭开序幕 为了增加民众对资品文雇保存的证实跟了解 这一次策展规范了五大主题区来做说明 它很容易受到制造温度湿度重含 包括一些外在的因素 所以它很容易碎裂 那文雇中心我们这几天是 也透过这样的导存跟秀部的专利知识 做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说明 包括这个线上面所有的颜色 这个染色的原料 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清楚 才能够做最好的一个复原 把它做还原 文字局表示 环境中的光照、温度、湿度跟卫生物等 皆会对资品造成危害 因此资品修护工作 常常得跟时间赛跑 而修复了过程过去少被人看见 如今通过了前置作业、调查记录、修护方案 及修护作业等不同面向陈列诊识 让民众了解其中的来龙去末 修复是从乌黑的黑房 去修到变成白头房 其实每次看到他们 我们都觉得非常感激又非常感伤 说他们的心力都投在修复上 他们心力都投在修复上 而且每天趴在修复床 上面这样子动 他们不能正常的走来走去 你都是趴在修复床上 透过这样一个姿势的一个展出 看到这些工艺 资品上面这个工艺 非常非常的精细 甚至有些是精湿一线 是称臉的 展览也特别规划了亲子互动装置 让家长与小孩体验一致修护整员工作 希望能够提升民众 对文物保存议题的兴趣跟正事 这里这样台中 崔峰到 这边的东西是有细区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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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